相同人员确有疏失 本署已依依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疏失责任 6月9号周日上午 一名中国大陆籍男子驾驶快艇 闯入了台北盆地的淡水河 海巡署被外界质疑 暗计巡防机制失灵 海巡署追究相关人员的勤务疏失 对海巡署北部分署长廖德胜 到安检所的雷操守等10人 处以申戒到寄过处分 这艘是大陆过来的快艇 所以在最初的研办上不够专业 我们认为是误判 因为从外面进来之后 如果敏感度高的话 把它料提重关 我们应该立即吊带线上去拦截登检 从外海来处理 副署长谢庆青说明案件时序 6月9号上午9点44分 雷达侦测到了可疑船只 进行监控锁定 9点52分 雷操守第一时间认为是返航的船舶 仅通报安检所要求加强监控 并没有进一步派艇拦查 10点20分 巴黎守望哨 发现这不是台湾的渔船 判断着快艇要禁港 因此在岸上等待 直到11点10分 快艇靠码头 安检所逮捕驾驶的中国男子 9点44分就发现 用海里就发现这个目标 如果解决性高的话 我们研判具有高威胁度 那第一时间通报线上 20分钟之后 我们它还是没到 还没有到淡水河口 就会让我们在淡水河口外 拦截登检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彻底的检查 海巡署表示 近10年已经查获中国非法入境人士 119人 今年至今已经驱离 809艘中国越界船舶 这次事件 并不是海巡监针系统失灵 而是人员的疏失 对于因应灰色地带冲突 未来会利用各项科技监针设备 例如环岛暗计 智慧型监控系统 以及推动台湾的渔船 安装AIS系统 并且和友军保持横向联系 做好准备 新唐人雅台电视 王冠林 黄艳林 台湾台北报道